踏雪乘风穿陵海 大家好 我是寒冬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横道盒子镇 听到这个名字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 没错 这个地方就是电影《灵海雪原》故事的真实发生地 现在这个季节到这儿来真是殆劲 好冷 不过也确实是美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冰天雪地 过去一到这个时节人们就在家里冒冬了 但是现在随着道路的改善 旅游的发展 这个地方的冰雪经济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横道盒子镇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 地处张广彩岭中心区域 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兴起 是牡丹江通往哈尔滨的咽喉耀岛 横道盒子冬季漫长而寒冷 降雪量充沛 雪质优良 年存雪期长达210天 依托丰富的雪资源 滑雪已经成为了当地冬季最洪货的运动项目 看着好像人不是很多的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雪场比较长 这条单条雪道是全省最长的1800米长 所以游客比较分散 升上几百号人看不出来 对三四百号人根本看不出来 我看当时这个雪场来的很多人都很专业 都是自带的装备 对 现在滑雪这项运动已经越来越普及了 所以现在很多游客都是自带装备 他们如果是自带装备的话怎么收费 自备版的话我们是50块钱一天 那挺好的 对于推广这项运动是特别好的 对 如果是你自己没有版 自己没有版的话我们是一天98块钱 那也不贵 也不贵 很亲民 如果完全不会的话 咱们这是有教练可以教的 对 有专业教练 那进行的费用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小时是200块钱 到了雪季 每天早上一开门 雪道上穿戴整齐的滑雪爱好者就各失拳脚 迫不及待跟冰雪来场亲密接触 初学者缓慢夺步练习基础 你几岁了 五岁了 今年第一次学还是去年学的 现在学的 今年学的 现在 刚刚来啊 好玩吗 摔跤了没有 摔跤了 摔跤了 疼不疼 跟不说 雪还想咋 不疼啊 在雪上摔跤不疼是吗 嗯 真好 你好啊 小朋友 什么 你是 你刚刚学家滑雪啊 刚刚学 学了 学了多少时间 今天是第一天 还是来过几次了 那个 今天是第二天 第二天啊 昨天学了一天啊 嗯 怎么样 你觉得 还行 学的什么水平了 还可以 还可以啊 可以 你喜欢滑雪吗 啊 好 记忆高超的老把石 在雪道上风驰电掣 雨雪共 海银 都海银过来的 是专门到这边来滑雪 对 对 你一年花多长时间的雪啊 三年 你就滑了三年的雪了 对 我看技术很好呀 已经 三年就可以学到这个水平啊 可以三个雪季 它不是天天晚上的 那就是这一个雪季 你大概花多长时间啊 就花多少天吧 你 大概四个雪季 两三个月啊 那真是啊 喜欢这个 爱好这个 你们这次来了多少人啊 我们这次来了 大概是四五十人啊 开着滑雪山怎么样 好在什么地方 你们觉得 呃 虽然说是这个雪场的 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这一条道的 这个雪道的条件 对于我们冰雪爱好者来说 呃 非常够用 呃 它的高度够 然后宽度呢也够 包括这个雪质呢 对于我们滑雪爱好者来说 也很好 呃 温度适中 既不硬又不软 而且恒道的这个地方 它每年下雪 这个雪量很大呀 就像我们昨天来的时候 就已经飘起了恶猫大雪 在市区完全没有下雪 这下完雪之后 今天早晨就太棒了 今天早晨的感觉 呃 下完雪之后 再去用亚雪机再亚雪 我们所说的这个面条雪啊 对我们冰雪爱好者来说 是太棒了 这早晨吃第一口面条 很兴奋的 在这如火如荼的滑雪氛围感朝下 我们记者也跃跃欲试 感受下滑雪的魅力 我先告诉你 穿雪板哈 双手拿着雪杖 嗯 好 脚尖堆好了 好 可以 嗯 好嘞 我穿雪板啊 好 穿雪板 穿雪板 咱们刚开始滑的时候一定要内八字 嗯 重心向前 嗯 感觉往前够前呢 嗯 屈膝 好 对 好 屈膝 好 慢一点 慢一点 手微微抬起 好 走 内八字是减速 嗯 好 好 非常好啊 重心把握得非常好 很好 那你就有基础了 这样你就能学得快一些 嗯 好 慢一点 让它前面大概有一拳的距离 嗯 好 慢一点啊 很好 平行 加速 嗯 走 好 慢一点 记者有华汉兵的基础 滑雪上手很快 短时间已经可以在中级赛道顺畅滑行 太棒了 我都有点点不上你了 太棒了 雪场的感觉特别好 特别好 而且咱家的雪址是特别好的 咱们这个雪道是母南江地区 是最好的一条雪道 因为我是作为地铁者的话 我就体验着这个出去道 追到这个 就特别容易上手 对对 它不是那种出流滑的 不是咱们想象那种样子 雪址咯吱咯吱那种声音 特别好听 对对对 那高级道会怎么样 会很刺激 高级道 咱们家的高级道是特别陡的 但是就是会员来了 好多会员就是从高级道滑到中级道 再会坐着吊椅再上去 因为需要有一定的心理素质的 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水平 即使和初学者也有刺激的 这个高男选手 对对 威虎山横道滑雪场 雪道从山顶穿临海而下 呈S形 全长1800米 因坡道的不同 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三部分 磨坦拖铅锁道 三种运载工具分别运送游客 去不同难度的雪道 我刚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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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好放点吊椅 走 我刚好想这么说 就体会到这个冰水运动的好处 就是滑雪 穿临海跨雪园 但是你要坐这个缆车上 你那种感觉是一般视角是没有的 你在松树的这个肩上这样走过 松树上都都堆着白雪 太好看了 那个空间 我刚才说跟着教练下来看一眼 高级道是什么样子 我本来想我也许能够下去 但是现在我发现 我不行 只能是教练 你带着一个小的摄像机 帮我们下去 看一下这个高级道的 那个感觉好吧 行 我觉得我是驾驭不了这个 我需要再坐点车下去了 害怕了 去吧 每年一百天的一个雪季 横道盒子滑雪场 平均每天接待三四百人 节假日更是达到六七百人 整体营业额已经达到三百多万元 很多朋友可能买东西的时候 都会想到去超市啊商店 其实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赶集 人们会在特定的日子里约好了 在一个相对比较热闹的一个主干道上 你看今天这个地方横道盒子就是一个大集 咱们在这个雪天去逛一下走 这个集还挺大的 是那个得有一里地 也就是说得有五百多米 从那边到这边人熙熙攘攘的 今天应该是一个大集 而且特别有意思 就是趴冻的那种 都是到这边 这边都是到趴冻的区域 你看全部是支着棚子的 这里都是卖菜的 它里边还生着炉子弄的烟囱 你可能一看 因为这菜要是出来就冻了 现在室外的温度接近零下二十摄氏度 但是寒冷的天气也阻挡不了人们逛大极的热情 这是什么 馒头 馒头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怎么是这样的 这是红枣馒头 这是啥面的 这是什么面做的呗 我以为你知道呢 我应该 你也不知道 这个叫红枣馒头 这家开玩大饼 来来来来来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那时候做成这个样子的馒头 我都没见过 这是红枣的 对 这是开玩大饼都是水手工制做的 这是什么鱼啊 金枪鱼 金枪鱼 你买的啥呀 片口 哦 片口鱼 这种好饿的鱼杖 打开看有多大 哇 多少钱一斤 这个 一块五一斤 你可能没注意听到 他们拿这个东西扔到地上的时候 是那种冰块相碰的声音 冰天雪地成了冷冻柜 暖炉大棚成了保鲜仓 我们找到了大吉上冻仙野菜的经营者朱秀华 让朱大姐带我们揭晓下他家的野菜 为什么能保持如此的新鲜度 内外温差其实不大 因为冬天的这个东北的特色外面很冷 最冷的时候 我们那个外面的温度是比冷库里要低的 最冷的时候我们那个机器都不转了 然后有的时候打开门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这就是你囤的货了是吧 对这里面全是都是收购老百姓采的 然后那个回了以后塞干净 挑好野棍的野草啊 挑好了这些那个不用的 不是的不好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用清水洗 洗完了以后用那个热开水烧一下 然后进到那个树洞库里头冻 然后树洞库里冻出来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形 就先要树洞好之后才到这儿冷库里藏 对对对 是的这样的 实际说我们家里要自己冻的菜就不好吃了 对是的 因为没经过那个树洞的野菜 对对对 冰冻保存的野菜 食用前只需要用凉水冲透 就可以还原到鲜嫩翠绿的模样 真漂亮 你平时就摆在这儿是让大家来看你的原材料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食材那个原材料 我就想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很多人肯定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 这就是我们恒道特产的野菜 就是各种野菜 那么这个是燕尾 就是叫这个野菜就叫燕子尾 也叫燕尾 这个是猴腿 它是蕨类植物的一种 这个叫蕨菜 这就是蕨菜的那个蕨类植物的就叫蕨菜 这个叫山芹菜 这个叫吃老牙 这个叫吃门牙 这个是微菜 微菜也是蕨类植物的一种 它对这个菜是晒干的吃 这个都是新鲜的吃 这个是柳蒿 它是属于蒿的壳的 这个呢 这个叫吃五家叶 这个叫吃五家叶 这也是咱们 一种中央菜的叶 对 本草刚目上讲 不是宁舍金一板车 不舍五家一把吗 就指的这个是五家叶 这个呢 这个是蒸馍 这个是蒸馍和圆馍 它俩都是野生的 这都不是那个养殖的 为了保证野菜的鲜嫩度 采收上也是严格要求 这个是你们在春天的时候采下来 对 到四月二十号到五月二十号 这个期间 不同的野菜 有不同的那个采摘期 我们家这个野菜采收的时候呢 都是在野菜生长到三四天 到四五天之内就得收 否则的话 它就有点老 到冬土的时候 它口感就不如 就不好 要老了 就我们就收这个新鲜的 特别嫩的时候 我让大家看出这个 就能看出 它都是吃嫩芽的时候 对 这个吃嫩芽 我们在收的时候都 长度不准超过四寸 就是不准超过四寸 还有尺寸的要求 因为一看就这么长 胖乎乎的 这样就收这样的 到冬土的时候 你看才嫩 而且它不空 针对各种野菜口感的不同 朱大姐也开发出了 各式各样的 以野菜为主打的菜品和主食 咱们现在包的是野菜馅的 对 包子是吧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四五家的三千菜单 四五家馅的 因为我们不是那个 就是以三野菜 各种三野菜为主嘛 我们的那个菜品 但我们的主食也是以各种三野菜为馅 来包包子包饺子 这种那个两样两叉面的那个 三野菜包 两参面是什么 就是有一米面和白面 这里头有玉米面 对啊 你看黄黄的 对啊 有三分之一的玉米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的就是 它是对啊 对啊 这个包子因为它需要发面嘛 它不是说的 我们现后面就能吃上的 需要发面 我们每一天就有固定数量的这个包子 呃 卖没了就没有了 四五家嫩叶 加上猪五花肉调配的包子馅 将清香鲜美 完美融合 我想象那种包的那个就是 这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首先它的面非常软 然后它的馅很硬 你的馅很磁细 这个馅是那个哥冷冻过的 因为它那个这样的会叫灌汤 汤包 明白了 就是把那个汤其实是冻到这个里面 对 对 它现在你一蒸出来以后 它就有汁了 它蒸出来以后 它那个汁就会吃到这个软软的面里面 哎呀好好 非常好啊 非常好 野菜其实是猪大姐家美食的后浪 在恒道盒子有五十年历史的一道特色美食金饼 才是它当时开店的招牌 咱们这个饼面怎么活的这么薄呀 一斤半的面 一斤水 三千盐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温水 它这个和面的活的过程中 和的时候就得和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然后那个就出来以我们规定的这个剂子 饼的这个剂子大小 然后呢 饧面都饧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啊 对 否则的话 它这个 在用这种高筋面 你要是不饧到时候面筋出来 所以它才有这么柔软 有这么那个 就是弹性好 发现了一个技巧 你擀的时候饼是长的 但你放锅里的时候一拽就变成圆的了 撑了 这饼吧是粘杆得撑 不要是撑 撑出的饼吧筋道 哦 金饼下锅前的擀饼撑饼 靠的就是手上力道的细微拿捏 下锅翻饼又有什么讲究呢 一进锅就接着 对 接着就得翻 就得翻 硬了就出了 就没那么柔软 你看看 得拿起来一下 再过来 这样 这样再烙到边 烙到边有厚的地方 有一个三个 还有半半半 这个就好了 你看 这个就完成了 这是完成一张 它一个人烙就是这个速度 但是你要是人多的时候 它一个人攻不上 我们人多的时候是两套烙饼机器 完了然后四个人不停地在闹 一个路边店怎么能成为远近闻名的打卡店 记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找到答案了 你们常来这家店吃饭吗 对 饭菜怎么样 挺好吃 菜量太大了 你们是听说他们有这家店还是如意当中走进来的 听说就是当地人给我们说 介绍说这家店是当地最好吃的金饼店 怎么样 就是非常好吃的 你们那有金饼吗 我们那边没有 我们那边是春饼 那怎么样 你那个口感 就是味道和口感都挺劲道的 然后非常适合年轻人和老年人口感都非常不错 金饼手艺的传承山野菜菜品的研发 做出最地道的横道盒子特色美食 正是朱大姐的经营之道 就你这我观察一天真是生意兴隆 就客人一直不断 人家那个经营应该是很好吧 是的 因为我们都是三十年的老店了 正常年份 比如说一天能接待多少人 你算过吗 正常当我们旺季的时候 一天都得是一千人的 就这个天一天一千人 就是我们平平常常都得是三五百人 这样的一个流量 客人的流量 那每天的营业额有多少 我们因为有淡旺季嘛 淡既的时候每一天也就是一两万 旺季的时候每一天都是在五万以上 近些年 横道盒子镇把民俗文化 冰雪运动观光旅游紧密结合 打造了七里地民俗村 临海雪园风景区等冰雪项目 做大做强冰雪旅游 把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让冰天雪地成为金山银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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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